大家好,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谈的是脑波自立神经医学 第一集是脑神经精神疾病自然疗法专辑 这个专辑是由王群光医师、蔡凯周医师、王丰医师所共同录制的 王群光医师是台湾脑波自立神经医学会理事长 蔡凯周医师以前是国泰医学中心的骨科组织医师 现在也做脑波自立神经医学 王丰医师以前是肠根胃肠肝胆科的组织医师 如果有自立神经失调或者是有精神情绪困扰的人 请各位一定要耐心的听完本集 才能够掌握脑波自立神经医学的重点 接下来是脑神经精神疾病自然疗法专辑 第四集 神经细胞电力学 大脑是一个高耗能的器官 大脑的重量它只占人体重量的2% 可是它却消耗掉25%的能量 这个比例是非常的惊人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的脑神经细胞 或者是所有的神经细胞 它有1500亿个神经炎 那脑神经随时监控全身保持警觉 就算人睡觉的时候脑还是在工作 透过这个自立神经管控全身 所以神经细胞要传导电力 要传导要放电 一定要用到电力 那么它的电力是怎么来的呢 怎么传导呢 它的传导的速度还蛮快的 就是一秒钟不会超过100公尺 当然没有像光的速度那么大 这个脑神经传导是非常快的 这个神经 它本身就是有很多这个 神经纤维 一个一个就是叫神经纤维 那神经组织里面 除了这个脑神经 脑神经跟这个自立神经 它需要电力以外 我们的这个神经叫做胶质细胞 维修部队 包括心状细胞 前面讲过的这个心状细胞 还有这个寡突细胞 还有这个维胶细胞 它们也是需要电力 就好像你工程部队 扫地的欧巴桑 也都要电力 那么我们来问问看 细胞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电力呢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神经细胞要得到电力 就是要靠立腺体燃烧 燃烧什么呢 就是燃烧葡萄糖 葡萄糖就是产生ATP 这个念医学院的深入科系的人 几乎都没有人不知道 甚至连念高中深入课本都有讲 这些东西都是以下几个诺贝尔奖 他们所研究出来的 就是1953年这位先生 他就说食物会改会变成energy 变成能量 再来就是有一个人 1978年的诺贝尔奖 他这个这位先生 他是说能量 就是用ATP的形式来传递 这位先生 他又说这个糖 在血液里面 就是一种燃料 另外一位这位 这位先生 他是说肝糖 可以释放出来 肝脏的肝糖 可以放在血液里面 可以变成燃料 我们下面要介绍的 就是这几位诺贝尔奖得主 等于我们对我们人类医学文明 有伟大贡献的专家 讲的 这个力线体 它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机器的 一个内燃机 好像一个发电机一样 这个就是力线体 力线体 力线体它要用燃料 燃料就是氧气 还有葡萄糖 脂肪酸 葡萄糖 氨基酸等等 我们这个就是力线体 力线体 氧气要进到力线体里面 还有葡萄糖 脂肪酸 氨基酸 都可以在里面燃烧 那当然我们细胞 用是先用葡萄糖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细胞里面的 这个力线体 力线体 它就是这样 有很多皱褶的 它就会 氧气在的时候 它就会燃烧 就是燃烧 就好像我们这个 用火烧东西一样 同样的意思 烧出来就变二氧化碳 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燃烧 肉什么都可以燃烧 这个燃烧的时候 这个 氧气进来 这个就 这边就是燃烧 ATP ADP变成ATP 这个我后面再来介绍一下 然后放出这个二氧化碳 给食物吸收 当我们这个人 氧气足够的时候 这个葡萄糖 六碳糖 它会变成两个 不够不够的时候会变成两个ATP 氧气够的时候可以变成36个ATP 所以氧气是非常重要 没有氧气就是闷烧 你看我们这个燃烧的时候 这个ADP 这个已经被用掉原料的这个ADP 就会被再充电变成ATP 这个就等于我们的这个ATP合成酶 它就等于就是一个这个 这个是ADP 变成ATP 这个就是充电的意思 这个就是等于我们这个手机的充电器一样 那么这边就是立线体 就是燃烧 燃烧 这个三个零的时候叫T ATP 它就会燃烧 燃烧用完以后呢 就又跑回来立线体 立线体在充电 所以我们这个 我们人体的这个葡萄糖 像这个葡萄糖会燃烧 这个合起来的时候呢 它就是 一二三四叫六碳糖嘛 燃烧 然后它燃烧以后呢 就同样变成这个 一二三四六个二氧化碳 这个碳这个氧 这样就是carbon lioxid 就跑到这个细胞 就是把这个二氧化碳排到身体外面了 由这个呼吸里面 跑到血液里面 跑到肺脏 由我们的肺脏 把它排到身体外面 所以立线体 它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电池 就是电池 这个电池 有电 手电筒才会亮 这个是ATP P就是零 有三 T就是tri T-I 拉丁文是三的意思 有三个零 P就是phosphate的意思 这个是ATP 它可以做工 它可以让我们身体动起来 这样 然后呢 这个ATP燃烧以后 它又会变成ADP 就是下面这个ADP 这个变成没有电的那个电池 它又跑回去这个立线体 又再充电 跑回立线体充电 充完电呢 又再开始工作 工作完又回去充电 这个就是周而复始 就好像这个电池 用完了 再充电 充电完再用 那唯一不同的就是 我们身体的充电器 神经或者其他细胞充电器都一样 都是这个立线体 立线体充电 你看我们这个当一个 三个零的时候呢 这个有ATP的时候 我们这个延伸虫 它就会动 这会动 它都是 它跟人一样 也是靠这个立线体来运作的 所以当我们这个 这个叫Adenosin Adenosin 这个是A 这个三个P 当这个能量很充足的时候呢 它这个键能量很高 能量很高 它就可以开始 把这个能量传给别的细胞 然后就产生 变成电力 这个就是这样 周而复始 周而复始 就是ATP变成ADP 有电的电池变成煤电的电池 然后再一直充电充电充电 生物就死了嘛 所以我们人 我们人的这个生物的这个细胞 一个细胞就是非常复杂的 它的结构非常复杂 一个细胞等于它有发电厂 有化生化工厂 有什么都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体系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ATP作用 可以做主动运输的 有了充足的电力 神经系统才能够运作 我们的神经才可以传导 所有的这个修复脑神经的 修复神经的这个资料 才可以这个动作才可以进行 我们这边来看一个32岁的病人 你看他很严重的过敏 一出生就过敏到现在 那我们跟他抽血检查 哇 发现好多蚌 什么羊毛 什么很多很多过敏地雷食物 就等于我们比方说一个人 吃豆喝豆浆吃黄豆吃营养 他吃黄豆就是等于吃毒 甚至就是说 他身体这个对这个长年谋 对这个黄豆的过敏炎辨识度不佳 就好像家里常常来坏人一样 一直打仗 打仗 我们虽然就是打到他自己筋疲力尽 结果我们跟他检测 他的这个 智力神经测出来 很低 因为智力神经在某一个角度上 也可以说是我们可以测量我们身体 这个能量够不够的这个状况 你看他测出来非常低 是我们讲的这个气弱尤识型 就是第七型 这个是我们白话文的分类 中医西医的讲法都不一样 阴阳是西医 中医是讲胶感 复胶感 你看他的阳很低 阴也很低 这个复胶感就是阴 这个26正常 智力神经活性阴阳的标准 应该是26的 他只有6 你看好低 这个很低 可是经过我们的这个治疗 给他本来是这么低的 给他吃了一些我们的这个处方以后 6变成9 变成14变成27 结果6月16是6 到9月27 差不多两个半夜 超过正常标准 胶感 阳气也提升了 副胶感也超过正常了 心跳本来很快的 也变68了 变很正常了 就是说我们就是让他提升 就是说修补他的黏膜 让他的这个长黏膜 不要有坏人跑进来 跑到你家 每天跟坏人打仗 同时让我们的神经细胞修复了 智力神经才会好起来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除了治疗 神经精神的疾病以外 我们我们对这个过敏性的疾病 也是绝对不用任何抗旨治安 不用任何类固存 可以致益力到90% 这个90是讲单对一个人 我们几乎没有碰到说没有效的 只是说每一个人 他的体质不一样 他基因有点什么特别 甚至他有没有很 该避开的有没有好好避开 大概好到九成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下面来看像这几个病人 你看这个很严重的肝血 35天后就好了 然后这个脚十几年的 异味性皮肤炎 很快也好了 这个也都是过敏 像这个也是一样 一个月左右 像这个过敏 很久很久很久 十几年 在我们这里治疗 两个月后变这样 三个月后变这样 就是后来他没有来复诊 我相信他是已经好 所以各位如果说想要知道这个 过敏是怎么治疗的话 也可以上网 看看打点那个过敏断根细胞疗法 这个专辑 在这里 或者是第八集 这样 接下来是第五集 脑神经精神疾病自然疗法专辑 第五集 神经细胞的燃料利用 神经一直在放电 会放出这个脑波 各种不同频率的脑波 主要就是靠前面讲过的 立腺体来燃烧葡萄糖 这个最重要的 所以葡萄糖相当于 发电机的引起 那我们给他很多 各种原料 这个原料 那么原料最主要的 就是氧气跟葡萄糖 那氧气跟葡萄糖 氧气是来自空气 葡萄糖来自食物 葡萄糖来自食物 就是吃的东西 它要进到细胞里面 进到立腺体里面 所以氧气 空气 如果我们氧气不够 比方说人跑到高山上 3800公尺 或者更高的地方 或者更低的一点的地方 你就会感觉到喘 你的身体的神经细胞 就没办法发电 整个人常常就会死亡 这个就是高山症的一个来由之一 我们讲到呼吸 就要分成外呼吸跟内呼吸 外呼吸就是把外面的空气吸进来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了 外呼吸 如果想要知道外呼吸 人要怎么样呼吸才正确 你要上我们的网站 看看土纳洗正确呼吸的重要性 看第七集 那么内呼吸 内呼吸就是氧气要进入立腺体 还有葡萄糖 氧气要进入立腺体 那么神经细胞要发电 颜料要先进入立腺体 我们先来讲葡萄糖 葡萄糖 就是胰岛素 可以让葡萄糖顺利进入细胞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胰脏 它会分泌胰岛素 这个好像一个钥匙 就是胰岛素 胰岛素 它会把这个葡萄糖的开关打开 这个钥匙孔开进去 我们的神经细胞 肌肉细胞就会得到能量 就会有能量 就能够燃烧了 看这个 animation这个分解图 你看这个insulin receptor insulin胰岛素作用在这边 然后我们的细胞核 就让这个葡萄糖 受体 这个打开 这个通道打开 那我们人才能够做各种运动 那我们来看一下胰岛素 胰岛素它是由我们的胰岛 胰岛胰脏里面这个Beta cell 分泌的 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这个血液里面的葡萄糖 Glucose release 出来 吃了糖 吃了糖 我们身体知道这个Beta cell 胰岛细胞 它就分泌胰岛素出来 胰岛素就放到这个血液里面 血液里面 在血液里面跑 这个就是胰岛素 胰岛素跑到这里 这边胰岛素的 跑到这里 然后胰岛 这个就是叫做insulin receptor 胰岛素的接受体 胰岛素接受体 胰岛素 胰岛素 它就会 这个蓝色的是胰岛素 它就会 碰到这个 好像钥匙的开关吗 它就像这个 葡萄糖的这个 Cnell通道 打开 然后哗啦哗啦 这个葡萄糖就跑进去了 然后就 这个我们身体就可以发电了 生晶细胞膜如果不好的话 它对胰岛素的反应 就比较不敏感 葡萄糖不容易进入细胞里面 比方说 好 你看这个 这个它 葡萄糖这个没有办法打开啊 好 这个胰岛素 它虽然有 可是我们的神经细胞对它不敏感 那么它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这个通道打开 这个 这个血糖就升高了嘛 它就 它就没有办法进入细胞去代谢啊 不过当我们神经还不能代谢的时候 可能肌肉还可以啊 所以葡萄糖第二型糖尿病就是葡萄糖没有办法进入细胞内 可是它是有胰岛素的啊 那么第一型糖尿病呢 就是胰岛素根本就没有 你看这个钥匙蓝色的钥匙没有啊 胰胀没有分泌胰岛素啊 这个葡萄糖通道根本就没有打开嘛 这个就是第一型糖尿病跟第二型糖尿病的分别 我们知道神经细胞啊 其实啊 是对胰岛素最敏感最敏感最敏感的哦 当你一个人 有糖尿病潜伏期的时候啊 你的神经细胞最先受害啊 活性会降低 所以啊 一个人啊 如果你血糖正常 HbA1c正常的话啊 因为你肌肉还会代谢葡萄糖啊 所以你并没有血糖高 医生医生跟你说 哦 你没有糖尿病啊 可是呢 当你的HbA1c血糖都已经升高了 太慢了 神经受损 常常就不可逆了啊 啊 你就算这个时候 用我们的疗法可能 呃 只能阻止它恶化啊 啊 就是说什么叫恶化 就是 就是糖尿病的这个几个 啊 这个这个后遗症啊 比方说洗肾啊 啊 瞎眼啊 节肢啊 可以不要发生这样而已 你说要好多少啊 我们就不敢给你下定论了啊 所以说 血糖还没有升高之前啊 细胞 神经细胞就已经受到损害了 啊 所以我们测那个患者的这个脑坡跟智力神经啊 就可以知道 啊 他的脑坡跟智力神经都低很多啊 就是常常会低嘛 低很多 我们这个正常的脑坡是这样 这个正常的脑坡 你看这个脑坡多强啊 当他休息的时候 哇 他脑坡没有乱放电 工作的时候 哇 脑坡起来啊 这个脑坡的一个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学生 我们观察到啊 这个有糖尿病的患者啊 脑坡 益力是很低的 智力神经活性也是很低 可是啊 我们不能说 智力神经很低的人 脑坡很低的人就会得糖尿病 这两者啊 其实并不能说A等于B B就等于A 这个是有很多原因的 所以说 我们来在这里也顺便讨论一下糖尿病治疗的方法 当然了 我们老生常谈 那就是说糖尿病控制嘛 就是要控制体重啊 食物控制啊 运动啊 降血糖药物啊 胰岛素打针啊 这个有谁不知道 谁都知道 可是呢 我们认为这些都正确 没有错误 可是真正的能够改 对糖尿病治疗有效的 就是要改善你的细胞膜嘛 不但是神经的细胞膜 也是全身的细胞膜啊 因为细胞是一个构造精密无比的东西啊 不管你的免疫细胞啊 还是你的任何细胞都是非常精密的啊 像这个杀手细胞也是一样啊 像我们这个杀手细胞啊 你看这个杀手细胞这个癌细胞 你一定要给你的杀手细胞 他也对糖对水糖啊 他要有燃烧啊 他自己也有这个内燃机啊 他有立腺体啊 他要抓住这个细胞的癌细胞的时候啊 他要把这个癌细胞销毁啊 他要有能量嘛 不然他就好像你一个阿兵哥啊 一个士兵啊 你身体都不好 你怎么去打仗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是杀手细胞 NKT cell natural killer cell 他是受腹脚感管的啊 所以我们睡不好啊 脚感很高 腹脚感很低的人 得到癌症的比例就很高了 因为你要腹脚感高 他才能够启动啊 这个就是 我们的杀手细胞 会放出一种叫叫perforin 就是穿孔素 然后把这个一些分解 这个癌细胞的这个酶啊 放出来 当然 放出来就溶解这个癌细胞嘛 溶解癌细胞 所以我们的这个 你不觉得这个 NKT cell很重要吗 对不对 我们抗癌 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这个NKT cell 癌症的杀手细胞 这出动啊 找癌症啊 你一定要让他健康嘛 不健康怎么样有办法 预防癌症呢 所以我们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视 这个细胞膜 细胞膜如果不健康啊 所有病就来了啊 那你看我们这个细胞膜 非常非常的复杂的一个东西啊 我们这里找了一段影片啊 这个影片就是给大家看看 你看我们这个一个细胞里面啊 它就有非常复杂的结构啊 哦就是一个一个模拟示范图啊 你看它这个里面 大到复杂到啊 人类到目前为止都还可能了解不到百分之一哦 哦我们的细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一个细胞里面呢 就等于有了一个发电厂 有了一个交通路线啊 等于你整个生化工厂啊 食品工厂什么都要非常非常的复杂 所以你不要小看一个cell一个细胞啊 啊这个细胞 你想想看我们人啊 呃你要比方说你家电脑坏掉 或者你一个仪器 你会不会尽量用好的材料来修 会嘛啊 可是呢 很多人就常常乱吃东西 根本就不管我们的身体啊 长得不需要哪些东西就乱吃啊 啊这乱吃的结果呢 乱吃的结果啊 就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得到很多好的营养 正确的营养 比方说就来做一个修理嘛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更了解的话呢 就要上网啊 上我们的ck1.com.tw 看这个第九集啊 糖尿病全疫疗法啊第九集啊就讲的更清楚了啊 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进入这个第六集啊 啊未来主流疗法 未来主流疗法 讲的就是说 医学跟哲学应该 这个科学并重啦 医学啊 不是只有讲科学而已 其实啊 我们在这个几百年来啊 啊 可能啊大家讲的医学啊 好像就是西医嘛啊 西医就等于医学 事实上啊 我们自己深受这个正统的医学教育啊 我们有一大群的医师都认为这个是一个笑话啊 这个笑话 其实啊 医学是应该哲学跟这个哲学跟实证科学啊 就是为心为物应该并重的啊 就是说哲学观很重要 因为啊 比方说你这个精神压力过大了啊 你自我要求过高啊啊啊 财产损失啊 谁对你不好你放不下了啊 这个心理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原因 有时候他的这个原因甚至大过物质啊 可是因为我们对这一项啊 我们今天啊 并没有办法说来做一个啊 什么很很完整的说明 我们今天就是站在我们一个医师的本分来讲 这个细胞原料医学啊 物质不要缺乏 所以说我们人啊 啊 很多病 你不要乱医啊 不要疾病乱投医啊 应该要来把脑坡跟智力神经搞好 很多病就消失了啊 这是一个良心的建议啊 啊 如果你只是吃药遮盖症状啊 病是不会好的 所以大家要上网看看这个 第一集啊 还有第六集 调控身心灵的四大解窍 还有呼吸的正确方法 在物质观方面呢 我们就提倡出一种叫做健康启蒙运动啊 因为大家都没有重视健康嘛 医学人的教育只教人看病 他并没有教医师怎么样照顾人的健康啊 我们就是叫做一个叫启蒙运动啊 就是说我们人体啊 有两个洞嘛 有两个会东西会跑进来的洞 你会把它啊 因为你会吸氧气嘛 吸空气嘛 还有吃东西嘛啊 啊吃东西的时候有很多东西会跑进来啊 不好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跑进来啊 这个就是看前面一集 那个第三集细胞原料医学要讲到了 就是吃下很多不好的东西啦 还有就是说 我们做的就是说食物疗法 很多东西不该吃的 像炸的煎的反式脂肪 不该吃 你就千万不要去吃啊 我有时候跟私底下跟病人 我说哦 那个炸的哦 那你敢吃哦 我说如果你一个 那个大便跟那个炸的放在一起 我宁愿吃大便 哦看到那个炸的就头痛啊 啊这个炸过的油脂啊 都已经坏掉了 坏掉你吃下去 哪来做你的神经细胞啊 那还得了啊啊 当然我们炸的话也有很多说法啦 说什么油脂啊 耐高温啊 不耐高温啊 这个我们另外在讨论啊 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叫做 这个这个 呃必须呃 就是脂肪酸的一个研究 我们有很深处的研究 呃再来就是说 我们讲啊吃啊 吃啊吃饭皇帝大啊 法国十八世纪 他就讲一句话 叫做what are you what you eat 啊他的翻译成中文 人如其时嘛 人如其时 啊如果就是人如其时啊 人如如其思啊 啊你吃什么你就想什么 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们觉得这个非常的正确啊 啊 you are what you eat 用过气式的啊 还有就是说 what are you are what you talk 就是你想什么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很深心哦 向由新生啊 静由新生 向由新生 病由新生 环穷新灭啊 啊我们今天也不再多谈这个了啊 可是呢 我们讲这个脑坡自立神经医学 我们就是要提倡用科学方法来证明现在所谓的主流医学是不符合科学的啊 现在的所谓主流医学啊 在人类这个工业文明发展起来呢啊所形成的这个叫做主流的西医学 事实上是一种伪科学啊 就是作假嘛啊 全部东西都作假啊 呃不是说西医本身的科学性有什么不对是在使用上被作假了 就是说大家都是见术不见灵见果不见阴啊 明明是脑神经细胞发炎啊 是原因嘛 神经精神疾病是结果 为什么大家只是去治治治疗精神病啊 不治疗脑神经发炎啊 啊 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些东西啊 不是我们 我们自己发明的啊 啊这个都是前人的这个 这个这个发明的东西嘛 其实我们没有发明任何东西啊 就好像我们讲贾博士 他说他没有发明任何东西 他只是拿来用而已 我觉得我们也是这样啊 就是拿很多前人诺贝尔奖得主什么什么 我们受的医学教育给他重新组合一下嘛 啊 我们真的没有在基础医学方面发明任何东西啊 啊 这一点是要强调的 所以我们强调说精神疾病根本就不是病嘛 只是脑神经发炎的后一症而已啊 就好像你一部很灵巧的机器啊 啊你乱七八糟 用了很多不好的颜料 不好的零件去修嘛 都会好才奇怪呢 啊 所以呢 我们讲说见果不见因啊 现在的西医的疗法啊 啊 甚至啊 有很多中医的疗法也差不多是同类了啊 只用药物来遮盖症状啊缓解症状 我们叫做symptomatic treatment没有根除病灶啊并没有把根除病灶列入这个主要的考虑啊 不过啊 现在大家流行这个治病灶列入这个治病灶列入这个治病灶列入这个车车的车车车车车呢 就是说人啊生病的待遇比不上故障的车车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一部车抛锚了 对不对 好你打个电话 找那个故障修车厂来拖掉 掉回去跟你修 修完你付了钱就给你开 就好好的 不修好怎么能跟我们拿钱呢 可是我们现在生的病就不大一样 虽然说脑坡视力神经是疾病的主要原因 可是你生的病不就是去精神科吗 比方说你过敏也是跟这个有关 大家看过 刚才就是说不管你是眼睛过敏 中耳炎 异味性皮肤炎等等 甚至病毒性肝炎 这个都是因为我们的神经细胞有问题 你的免疫细胞有问题 没有力量打赞 没有修补好 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针对原因治疗 这样是不对的 我们来看一个这个53 33岁的一个女生 她悠异症心理不整 心肌异味性皮肤炎 手脚病人 胃食道内流 你说她要看几科 她一定要看精神科 心脏科 皮肤科 手脚病人 每一科看 好 胃食道内流看胃肠科 阴血看耳壁壳科 你说这样气干科科会好吗 还有30%40%的药是重复的 因为她又长期吃减肥药结实 又不敢吃油 所以我们看看像这样的一个病人到我们这里 其实你只要把她脑波跟智力神经治好就好了 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讲 就是说这个我们先讲心力不整好了 像这样一个病人 20多这个病人 他这个心力不整 两个心跳正常 一个不正常 这个是正常的心跳 这个是不正常的心跳 心力不整怎么办 心力不整 就是心脏的神经传导不良 因为我们心脏这个有传 有这个神经会传过来 心脏是这样传 传到我们用这个心电图 就可以记录他传导的情况 看神经传导到底正不正常 心脏神经传导不正常 我们叫做心力不整 就是本来传导不正常的 现在变成不正常 正常的变成不正常 我们就知道他是有心力不整 本来这个心脏这样传的 他中间停了一下 就叫做心力不整 神经细胞修复 包括心脏神经 就是跟前面讲的一样 就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要给他原料修复 所以说心力不整 要治疗的方法 跟治疗脑波跟智力神经 异常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 智力神经失调 他引起的毛病很多 我们下一次还会针对一个 智力神经失调 智力神经跟脑波异常 他的症状分别在哪里 我们看这些都是 智力神经失调的症状 好像手脚冰冷 手麻脚麻阴穴 走路就是好像喝醉酒一样 常常阴来阴去 起坐阴穴站起来会投阴 胃食道逆流 胃食道逆流 就是我们吞东西进去 这个应该关起来 AOS这个Sphinter会关起来 结果这个神经传不过 神经传不过 他就一直开开 因为这个吞是靠副交感 关起来是靠交感神经 就是没有同调同步共振 还有大肠急躁症 有时候 大肠急躁症是原因 有时候大肠急躁症是结果 有时候是互为因果 就是大肠溃疡症 我们都非常多这种的个案 还有就是半膜必锁不全 二间半三间半 左边的这个心房跟心思的 就是二间半 右边叫三间半 他有一个三半一个两半 那你看 我们这个半膜 半膜你看这个必锁很正常 好 这两个膜 就是下面看的这个 这个膜有没有 这个必锁正常 心思收缩的时候 它是可以关紧的 好 如果我们有一天 这个半膜关不紧了 关不紧 我们照超音波就会看到 这两个半膜有脱锤 有露出去的 这个就是心力不整 好 我们这边来看 最常见的心脏疾病 就是心力不整 跟半膜必锁不全 这个占心脏疾病的大部分 这两个疾病都是智力神经 失调的疾病 心力不整 半膜必锁不全 它共同的症状就是 胸门心肌 运动症吸不到空气 这个是很常见的 所以 智力神经失调 像这个心脏疾病要怎么治疗 请各位上这个 ck1.com.tw 看这个第三集 就是智力神经失调 引发的疾病 这样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了 我们自己是西医师 尤其是王清光医师 也是做了十几年的急诊科医师 我们根本就不会反对西药 我们觉得西药很好 人类科技的文明怎么会不好 西药根本就不是坏东西 可是 药物可以用在急症 可以救人一命 像过敏性休克等等 你没有药要怎么救 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药还是很好 只是说 药是中性的 只是被灾难资本主义利用 其实说 大家看片只看到药 所以我们在这里 呼吁说 每一个人 都应该要掌控身体的自主权 你不要把自己变成药厂的提款机 不要别的医师 或者人家为你吃药 你就乖乖的吃 真的要很了解自己的身体 把自己的身体了解了 你才能够保护你自己的权益 不过话说回来了 就是说 你说 你说我们这样批评 人家治病不对 那不只是台湾 也不是美国 全世界 这样 就是治病 就是吃药 不吃药怎么能治病 所以我们讲这个叫做 人类历史共业 不是个人对错 不是个人道德的问题 没有加害者 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也就是说医生你不用怪他 对不对 你说医抑郁症的药 医生开给病人吃 那么因为这个他不只是 不是说只有开给病人吃而已 因为他自己要是医抑郁症 他也是同样吃药 所以说没有加害者 没有谁害谁的问题 这个我们讲是一个历史工业 就是这样 我们的人类历史走到现在 就是应该做一个最大的改变 所以说我们治病 就是要把病治好 那我们自己觉得 我们是一只会抓老鼠的好猫 那这样还不够 我们希望全台湾 全世界的猫都会抓老鼠 就是说我们不是挑战任何人 我们把这个资讯整个公开 公开甚至以后发表以后 也公开大家都可以来 学会怎么样抓老鼠 所以说我们讲的这个就是 人类明日主流医学 可以上网去看看 我们有一篇我们的专辑 人类明日主流医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underground 中文字幕翻译 橫 siamo 先论 swap